中华民国112年10月11号星期三 好我们廉价四天 应该这样讲 我们这个廉价有点像年假了 对就因为你看才刚放完那个中秋嘛 对不对 然后又接着又放了四天的 中华民国国庆生日快乐假 所以你是前四天出国还是后四天出国 还是你连着请八天 你觉得有谁会做出这种狠的事情 你呀 我没有我在上班 上班和带孩子 因为你知道如果说那个长假 超过三天了 如果不给他安排个假期 把他们的注意力分散的话 那真是漫漫长 不会在家里教小孩好好如何做家事 做个有用的人 我觉得真的我看到这个图 我实在太感人了 我第一次知道说我们护目镜留下了还有用 就是做小孩子防邮报 对 邮报啊这样子啊 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 Yoyo 大家好 给大家那个回家 回来不是回家 收假嘛对不对 有很多人就是精神不济 你知道吗 然后体力不支啊 真的 玩的时候都一条龙 回家都一条怂 睡了OK 一条虫啦 一条虫 所以就觉得回家都 你所有玩的时候不会累 早起晚睡 甚至不睡 然后一回要开始明天要上班了 也起不来了 我每天11点睡觉 我跟我儿子讲最晚10点半 那你几点起来6点 没有啦 我现在都 因为这几天连假 我比较七八点才起床 那叫我小孩自己起来煎蛋吃早餐 这个就是待会我们要来讲 但是我如果说你觉得体力不好的话 人家说秋冬就是这个时候 秋冬对不对 我们现在是什么寒露 中秋都过了 寒露了 寒露了对不对 寒露的时候都要 你知道我可能常常搜寻一些什么补品养生 哇塞 最近一周猛的 排山倒海的 推荐的那个YouTuber 全部都是告诉我 此时此刻你要喝什么补汤 我完全目不暇及 而且我觉得我一直看一直看 有时候我都背起来了 怎么配怎么配 有你都有推荐我啊 真的我都推荐很多 好我们来日方真传 这个时候最适合的就是 零负担 因为很多人怕说这个鱼精 我们日方真传的这牛奶鱼的脆鱼精 很多人怕说它是不是会有普林 就是怕你有通风啊尿酸膏的啊 其实不会 我们这是零普林 零添加零腥味零负担 我可以证明 因为我去年呢就是此时呢 我就是买六十入的两箱 哇哦 不止哦 我觉得我好像不止两箱哦 应该是找我的购物记录 应该不是只有两箱 一百多包嘛 应该是几家 一百八 对 因为这个一定要囤货 因为我喝的很快 对因为它真的很好喝 它是没有任何鱼腥味 而且它甚至有一种 你知道那种 我不知道为什么鱼会变成有鸡汤味 所以真的很好 而且它是有检验合格 然后有没有任何什么重金属啊 怕鱼有吃什么药啊 都没有零负担 然后零减出 肾脏病也可以喝 那这很重要啊 对因为它不咸 它没有什么钠 那你要添 像我炖的时候 我是没有加什么盐啊 那些调味的 然后你可以当糖底炖任何东西 我当初怀孕的时候也有吃这种鱼精啊 我小孩也爱喝鱼精 我最近不是胃很差吗 那吃的东西少了 嗯哼 结果呢 那个医生也说你要吃点这种鱼精啊 鸡精 因为你胃就很差 这是很好的蛋白吸收 因为我抽血 结果很多东西的素质没有很好看 就整个都太低了 他就说你这样子 他说你发生什么事情 营养不良 胃口太渣 大家来看一下直播 我们的悠悠少个悠了 就一悠了 本来只有悠悠 现在变悠 他是瘦欸 没有这个不好 又瘦了 就是我这样子瘦 皮容易松 没有啊 我觉得你脸怎么变小皮脸了 还很美 没有瘦太多 真的人瘦了以后那个精致感出现 是这样子吗 真的 就是说你本来是一个圆圆的 有点浮相的人 突然间就变得 就变得精致了 就是有一点那种精致美 大家可以看我们直播又瘦了 我要叫他喝那个 我刚才就跟他讲说你喝鱼精 然后江泰一直跟我讲要怎么弄 我要叫他怎么弄 但正确我们明天要怎么弄 所以有个鱼精达人 他明天要来跟我们好好聊聊 我要来跟他PK一下 日方正传这次的 跟毫无事及一年就是只有一次 我去年也是在这个时候 就是每年一次他的特卖 那我们这次是从今天到19号只有9天 那因为他的保存期是很长 然后你要加热也很容易 其实像你知道吗 像你倒的时候啊 不是还会有一两滴吗 那因为我一次都是死保剪开 对不对 他还会有残留几滴 那你再倒的话 还可以挤出个一两磨 好像要前后都剪 就是你前面剪他不是倒吗 你后面剪他那个好像空气就会这样下来 哇你更 就你剪那个铝箔的加热袋也都是这样 那要怎么做法 待会你剪给我看 就说上面剪完了对不对 对啊 你就从就一个开口了对不对 后面整个再把它剪掉 你再把它剪掉 空气一流通它就下来了 哇这个完全就是我跟我 你拿中光线都在做 没有没有 一般来讲一般你就这样剪 我们因为这个东西要讲20分钟 我们今天主题就是 如何把残留的日方真传的 翠鱼精给它挤到最后一滴 对你这样不是就下来吗 那你上面你也把它剪开 上面这边你也要把它剪开 然后它一通 气流下来它就全部下来了 所以你什么料理包也是这个原理 我还以为说你这边剪开以后 这边剪开再这样倒过来 没有没有没有 神经的我又这样 它空气一通就下来了 哇还好刚刚你这个信封救了我耶 不然我又用了错误的方法 我想这样倒过来 那不就又傻了吗 就傻了 就是它下来的时候 让它气流对流 怎么下去 很方便 哇小犬台风 这个小犬 又来一个什么拉万度 据说刚刚有地震 我们两个完全没感觉 我在电梯里都没感觉 因为我一直在想 Uber要到了拜托趕快 真的吗我一直在想说 我真的没有任何感觉 我真的不动如山了 他说据说这个地震 刚刚是有感的 还蛮有感的 有我看很多朋友都说超大 好吧来压压筋吧各位 鱼筋也是可以压压筋的 讲不完了 讲不完了 10月11号到10月19 就只有9天只在毫无事急 趕快来买 囤货囤货 明天怎么做 因为我刚刚有点忧果忧民 她说这个世界越来越乱了 忧果忧民 她现在本来叫忧友 现在也是忧果忧民 这样子 一定要这样子讲 配合她今天的脸型 就尖那样子 对 有一点钻了 你觉得这个世界 没有啊 你不觉得以色列那个事情 就很玄吗 突发的 对突发的 而且一下很严重 一下子就直接进入到很难挽回 大概是不可挽回 你抓人家清真寺 大概是非常非常难挽回的一个状态 而且我觉得最玄妙的地方就是 以色列之前完全不知道 但有人阴谋论 就是说故意怎么样 我觉得不太可能阴谋到这个程度 就是故意让她来 对对 但我觉得不太 故意让她来干嘛 就是一次要毁掉这个 一次歼灭 对一次歼灭 但我觉得 也太阴谋了吧 因为你必须要算得很好 算得到你诱敌成功 还要诱发她 发五千发 这个很难欸 除非你直接就里面就有一个卧底 而且我觉得真的 你谁不知道 以色列是美国的干爹 不是 美国是以色列的干爹 哦 以色列才是美国的干爹 干戈吧 干戈喔 干爹 没那么老啦 他的国会议员 你看多少人是犹太人 和整个国家多少人犹太人 对不对 我们不要讲以色列 我们讲犹太人 你大概就知道 各个行业的尖端 对 最有钱的 好莱坞是犹太人 华尔街也是犹太人 华尔街也是犹太人 华尔街当然是 对不对 这些国会里面 科技新贵的 尖雅谷里面 就好多个Leader 跟CEO 都是犹太人 所以你想想看 我说他是干爹不为国 你在游泳 你有个U字 你是不是犹太教 你在美国 你随便拿一下 德国之前 希特勒的事情 你开玩笑 你就知道死了 对不对 敏感字 对啊 这些东西 所以我 但是 但是我要讲了 就是这个事情 我是还蛮 我一直认为 第三次世界 我跟你讲 世界大概认为 第三次世界大战 会从台湾这个地方起来 谁认为 在美国那些研究 就是在研究这个世界 那其他现在 已经发生战争了呢 那不算是世界 那是大战 他们不算世界 因为他们已经发生嘛 就是你知道 世界大战就有 好多个区块 才叫世界大战 同时 对不是一个区块 它是好多个区块 突然间 东一发西一发 这个叫什么 北亚嘛 对不对 东北亚 就是乌克兰 这些地方嘛 朝鲜啊 对 就是台湾嘛 这个 算东南亚了吧 这样子 再过来就菲律宾 南沙 你开始要转了嘛 南海 这些地方 欧洲什么 他就在看嘛 因为他们认为 这个乌克兰难民 会往这个欧洲 欧洲 欧洲 走 欧洲 不过 很悠悠 没有 你知道吗 我以前跟大家讲过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人生最容易忧郁的事情 不是你现在过的苦 而是你不知道未来在哪里 人生最容易忧郁的状态 你说人生的忧郁是你不知道未来还是说你在未来 你已经在过未来的日子 什么不是啦 什么叫过未来的日子 那个逻辑 就是说人生的痛苦不在于你现在在受苦 在于你不知道你未来在哪里 你未来可能受苦的 你现在受苦你就想 啊 就我们在准备联考 你当然觉得很不爽 但是呢 你会想如果我现在考 随便讲很好的学校很怎么样的话 我就怎么样飞黄腾达或什么 当然你念了也不见得会觉得飞黄腾达 但你的想像未来是好的 是好的 我进了那家公司我就会很快乐 其实很多时候 有明确的目标 对可是现在的状态 现在我处理很多很多的状态 或你现在跟很多学生来聊 我的意思连小学生国中生都算 他们真的不知道未来是怎么样的 现在我们是 你跟很多朋友是企业主 他们也不知道未来是怎么样的 那你怎么安慰他们 我当然会有一套我看到的未来跟他们解释 你会不会说你看到企业家的未来 跟看到学生的未来是不一样 当然是不一样的 那可是大家都在同一个时空 不错 我跟你讲 之前这个景气 穷人的过的日子和极富好的日子 怎么会是一样的呢 比如我们讲房地产 真正有钱人的 很多房地产的跌 跟你真有钱人住的那些蛋黄区 不会跌啊还真实啊 你不能这样讲啊 很多东西你买到 比如买股票 股票市场有赚有赔 有些人买的就是赔的 有些人就赚的啊 对啦同一个时空你的坐标 对啊你在哪 你Google Map的位置在哪里 你在哪里 以后我们定位要用人身定位 也要有Google Map来一下 你在哪一个圈层 你在哪里 你的眼界是什么 定位在哪里 对啊所以就是这样 人家说欸不会啊 那个你看 我说房价可能有些地方跌 但是不会啊 你看那个什么大安区什么没跌 你如果今天你是买的是大安区 那当然是 但问题是你不是啊 而且不是整个大安区都没跌 它才是在某些的 但问题是你看未来 你不能看那几个点 你要看一个概括的东西 而且我跟讲现在世界 我先跟大家讲 请你们多多注意你的小朋友 然后呢你们上网一定要很小心 因为现在儿童色情 不知道为什么泛滥的 非常非常严重 儿童色情 他们怎么会接触到 人口贩子 然后在网路上放 小孩有些时候他不知道 真的啊 这不就是那部片 那部电影 这是很可怕很可怕 它非常可怕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觉得 喔等一下自由之声 我不知道这个 但是 有一个事件就是 因为现在我们在看 贩卖儿童网 很奇怪的一个状态就是 它这东西不知道为什么在外流 就是它流出来 原本应该在某种圈层里面 但它应该流出来 它可能是侵入到教育网 教育网站 你才会接触到学生 校园的网站 主角是儿童的影片 是主角是儿童的 主角是儿童的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 但是我们在想这件事情 当然一个小孩 譬如说我们女性嘛 如果我今天看的电影 全部女生都 全部都开到这儿 那你久而久之你会觉得 女生看到这儿是OK的 虽然我穿到这儿 但是呢大家会觉得 看到这儿是OK的 就是你会是怎么样看 看这些东西 就是那小孩有没有可能 因为说句实在 我现在看小孩的 有些漫画卡通 我都觉得哇 不太 漫画 对也不太OK 对 我觉得漫画有很大的问题 而且卡通的内容 他是用漫画的形式散布一些 我刚刚中了安倍的三件 就是在工商服务 这么短时间内连中 我忧郁了 忧国忧民了 现在忧有了 这两个忧我一定要给他改过来 就欢国欢民 你说要特别注意小朋友 对对对 就是青少年他接触的3C 他接触的AI这些 对 有没有被入侵 在夹在里面 真的因为 他也不告诉你 他不会跟你讲的 你懂我 那我们现在父母要注重 孩子隐私权要怎么 但问题是 现在世道真的很乱 因为很多国家 他人乱到说 人民必须想办法生存 就要诈骗 绑架 强盗杀人 这些各式各样的 那这个部分 我觉得我们先 对 先不要去想太多了 比如说我跟讲 我朋友啊 我之前大家只可能知道 我之前在 弃谷那边待蛮久的 那又在九星山那边 他们现在状态都很可怕 就像现在满地的人类大便 你懂我意思吗 因为吸毒 然后就没有在管 满街的 今天才讲说 又有一个城市 就是突然出现那种 很多那种药物上瘾 然后城市几乎就是热闹的精华区 商业区都没办法逛街了 对就很可怕 就真的很可怕那种状态 那我就觉得说 就事到是世界不一样了 但是我们还是要做 感谢我们自己的人生 但是我说一句实在 你要提防很多的事情 你真的要提防 因为 譬如说你小孩 你要真的提醒他们 在外面不要乱吃东西 饮料不要乱吃 饮料不要乱喝 饮料饼干什么玩意儿 都不要随便吃 真的是不要随便吃 因为控制人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药物控制 不是饮食 犯罪率其实在 他的犯罪是 父母都不知道 你小孩已经被坏人掌握了 都不知道 我觉得上瘾就是会让人家犯罪的 对啊 因为你父母感觉不出来 小孩譬如打电动 没打到那边 欢 和他是不是吃了不干净 不该的东西 和欢 他其实分不太出来 因为有国中生 其实这个东西是已经 他不知道他个性怎么会变这样 有可能是解释的 我们就解释嘛 青春期嘛 因为他叛逆 对 可是有些都不是这样 真不是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大家 大家要很小心 我觉得我们警方 应该都有在做什么 新型毒品啊 或什么东西的介绍和提防 我认为 这个是要非常非常注意的 现在的世道就是 我们就是 要更关心啦 要更关心孩子 更关心这些未来的主人物 其实应该是说 他接触的范围内 他有哪 可能接触哪些人 他会拿到些什么东西 对啊 比如有些时候 你知道现在可怕的 那些人贩子 他们那些东西 就是坏人或干嘛 他看起来就不是坏人 你懂我意思吗 他看起来是个好人 那给你吃个饼干 你不知道那有问题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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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这样子讲啊 不可以 从小就要教 要好小心 所以我只是说 可是可是 我跟各位讲 大家虽然 我讲这样 但我先跟你们讲 明年的景气不会很差 吓我一跳 明年景气不会很差 我刚才已经中三箭了 为什么会突然间冒这句呢 因为我怕大家天天觉得 哇哇那以后还怎么活 我说不会的 其实明年景气没有大家 那不就只剩两个月 熬过 熬过啊 就熬过啊 但是 景气好不代表治安好 现在都分开来了 景气好不代表治安好 也不代表就业率一定高 他讲的我们像casino欸 他说景气好 生意好 潜流不绝 可是不代表 不代表健康 所以你们一定要知道 我跟你讲 这时候知识的重要性很重要 不是你去念什么 考大学什么 不是这个东西 而是你要去 去多念一些书 或多看一些一些资料 不要看台湾的 有些新闻 你要看国际新闻 国际新闻 然后因为呢 商业的基本逻辑叫信息差 嗯 它的基本逻辑就是这个 你得到更高的信息 你得到更高的认知 你会更清楚发生什么事情 不是大家说好 你就觉得好 其实你想想看 以前景气好的时候 你有赚到什么钱 说股市很好的时候 你是在赚钱吗 你没有在赚钱 说股市很差的时候 你也不见得是亏钱的 这重点是你的信息差在哪里 我觉得现在人 都很多时候 没有太认真的去学习 我跟大家推荐一本书 我觉得你们有兴趣 想要知道未来是怎么样的 或是大概率 你们可以看一个书 最新的马斯克传 伊隆马斯克 外星人写的 对 伊隆马斯克 他绝对 他怎么想 你大概讲一下 没有 你还没看完 我没看完 但是我看了一些 他就在讲一些 他人判断 对了他的判断 我不知道看他到底成功什么 我要看他在这当中的判断 就什么屁也没有的情况下 他怎么判断这个事情 那我不会说他一定是对的 但是我们必须说他很多东西跟以后的科技发展还是很有关系的 大差不差跟那个是连贯的 我觉得有很多景象可能都会在预言 例如说你看 如果说你的 以前 你会看到 Tom Cruise 不可能任务 那个手 移那个电脑 你就觉得不可能 过不久 这就真的了 移来移去了 对不对 你觉得上外星很难吗 马上就上去了 对不对 但是同时 你知道 前一阵子不是非常红的 几年前的有部电影叫《殷尸路》吗 你拍了对不对 你不觉得某些街道现在就像《殷尸路》吗 但我一集也没看 因为我不想看那个zombie 我不太喜欢看那些东西 真的 就是很像啊 所以啊 所以就是有时候你想像的画面它会成真 看你要接近什么 就是你刚才讲的 你的讯息 对 你接触什么讯息 可是你我也会想一件事 比如当初布莱德比特演那个z病毒 嗯 这些东西嘛 我的意思是 有没有可能大家已经知道会发生 现在你看了 那你也觉得嗯 我知道了 好像就还好 因为你好像知道了 但其实你 你没有掌握任何事 但你好像知道了 比如说我去鬼屋 我就知道会遇到鬼 对不对 那就不会吓的你知道吗 真的是要收金 对 你已经有心理准备 你看恐怖电影就知道了嘛 嗯 对不对 对对对 看得我像是 很符合 因为我一直在想 这个 跟我想的 是可以吗 为什么神鬼奇航完全不完 我看了很久 我看了20分钟 我一直在想 什么时候 就跟我上次 就跟我上次要去看睡美人洞的营救 结果看到怎么搞的 为什么泰国会有沙漠跟火星 就原来我也是走错听了 对 走到火星任务 我一直在想 所以现在 哇这部片有起到这么大咖 有 有 那个神父那部我也有看 有没有很恐怖 那真的很恐怖 待会我们就要来接电话 悠悠好不容易来 大家 没有讲 大家02 05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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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也会准备一个宝石 那这个宝石呢 是我们的这个太阳石 粉红色 对因为ECIS女神 也是太阳神的女儿 然后呢同时 她也是我们黄金女神 所以我先跟各位讲 明年如果可以的话 买点黄金是应该不错的 这个就不用 对黄金 黄金就是它的能量 那也是代表尼罗河 尼罗河的概念是什么 尼罗河必定是泛滥后在肥沃 你知道吗 埃及就是靠着尼罗河的泛滥 把那个对沃土弄出来 拿大家来种植 它必须泛滥后在肥沃 所以一定是就是 你就记得泛滥之后不要觉得 完了我死了 没有没有 它后面有肥沃 那为什么要黄金呢 因为ECIS女神的代表 这是黄金 它是黄金女神 招财 招财 有有有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所以大家可以 也可以到我们心灵角落来了解一下 我们的那个 仪式 对仪式 然后呢 不论你有没有参加 我建议大家那天晚上 好好的增加自己的能量 点个蜡烛 然后让自己的那个状态更好 好吗 本来刚才悠悠呢 有一点瘦弱的讲话 在这里的时候 她突然间充满了能量 因为突然又觉得好热 汗要慢慢飙出来这样子 敬誠怎热 突然两个胖直入的时候 突然间 我覺得很熱的時候 我覺得好像你也開始胖了起來 02-2509-933 那我們的直播到這邊 待會大家如果想要 剛剛要聽一下悠悠該跟大家講的重點 可以再重看一下我們的直播 那我們現在可以接電話 可能很多人最近都覺得 不知道要往哪裡去 我現在跟大家做拜拜了嗎 對你的手 拜拜各位拜拜 02-2509-933 我剛才看到悠悠的手掌有紹走文 我最近熱衷手相學 是因為老高嗎 是從老高講的那個手相學後 我開始一直找各家的 日本的啦 然後印度的啦都有 結果我剛才看到你有紹走文 02-2509-933 哈囉你好 喂 你好 來請先說你的那個夕陽出生年月日 然後怎麼稱呼 好 1984-0808木子裡 不行解身的 李小姐 李小姐要跟老師聊什麼 來親愛的 我是想請問一下 我在工作方面 有沒有需要什麼加強要注意的 你的工作是什麼方面呢 可以讓我知道一下嗎 就是在學校做圖書室的一些工作 然後還要做校園親切 好 妳是在哪個區 我的意思是妳是住哪個區 北中南 對 我是住雲林 好 在學校上班對不對 對 好 我剛才本來想她有一點日本人的感覺 好 李小姐 李小姐我先跟妳講 基本上妳在學校我建議妳的狀態就是盡量的低調 不用太想要跟大家交朋友 妳要解我的意思嗎 做好妳自己該做的事情 其實我跟妳講 重點就是穩健 然後看到人給予微笑就好了 不用刻意攀談 也不用特別的保持什麼關係 因為在這個牌項看起來 妳硬要做 妳不習慣不熟悉的自己 妳壓力會大 對妳的健康並不好 好 妳覺得咧 李小姐 有嗎 有這樣 好 但是 那她知道了 好 OK 我們要確定她知道了 OK 好 李小姐 通常悠悠會說可以跟人盡量交談 但是有時候也特殊狀況也是 不要太積極的去想要打好很多 有些時候不用 公關對不對 不用那麼內耗 這樣子 我就很喜歡自然而然的就公關了 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我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 02250999933 哈囉妳好 喂 你好 你好 請說 我出生19810821 好 那個貴姓呢 曹先生 來妳好 請告訴我妳想要知道什麼 我能為妳做些什麼呢 我想確認一下我目前的工作還做不做得下去 我是做電子零件通路的業務 你在哪一區啊 我發現妳到底在哪一個城市嗎 還是 也是 是上班還是 居住 北中南東 上班上班上班 北 北部 好 業務喔 對 生意好不好 生意 業績 公司的生意很好 公司生意很好 公司生意很好 妳就不會差了 但是因為我是我自己個人的一個狀態 沒有到公司或客戶很認可 來 曹先生我先跟你講 妳的感覺是對的 我先說 第一個 看妳要不要撐 如果妳要撐的話 明年二月狀態會好一些 妳懂我意思嗎 明年二月 然後呢 這個 妳可能要好好調整妳自己 妳已經壓力太大了 所以呢 妳的情緒狀態 那個反應不太對 妳知道我講的意思嗎 就是跟人溝通的時候 那個反應是不對的 妳要有個鬆弛感 就是OK 好 客戶可能跟你講些什麼 妳說OK好 我知道了 妳先 謝掉對方的情緒 也謝了 妳不要整個焦慮啊 妳整個焦慮起來 妳那個反應是混亂的 妳知道嗎 好好的話不會說了 然後 而且妳一直很擔心 妳自己犯了什麼錯 或自己怎麼樣怎麼樣 那變成妳是一個焦慮的狀態 但是問題是 一個好的Sales 哪怕妳心裡很焦慮 妳也不能表現出來 好嗎 太緊繃了 對 妳撐過明年的二月 狀態會好很多 撐著 可以撐嗎 其實可以撐 可以 長江 02-250-9999-33 哈囉妳好 喂 哈囉 喂 哈囉哈囉 哈囉妳好 請問貴姓 我媽媽要問 我可以先幫她說資料嗎 好 妳先幫她說資料可以 好 她是1954年11月28 1954年11月28 1954年11月28 媽媽貴姓 印章工廠章 章 好章媽媽來 來 換章媽媽講話 好的 OK 張女兒幫媽媽打的電話 我本人就是 你好 是張媽媽 你好 你好 來 悠悠老師在這裡 來 請說 我那個 買冬軍 那時候 什麼 第30 第40 第50 都發脫了 現在 要去長江 開桌 不知道順利 健康問題不能問 對 健康的 這樣好不好 張媽媽 我幫妳沾一個問題 就是妳 妳準備幾月幾號去做 妳知道嗎 還不知道呢 今年好了 好 我幫妳看 對 今年妳的運勢這樣 好不好 我們看一下今年的運勢 我們不要說那個醫院 或那個醫生 我們看妳今年要不要去 好 這樣子 今年要 好 來 我們先看看可不可以 就看順不順 對 妳數什麼1954 我數馬 馬 今年很好 很好 有貴人 對 馬 今年很好 這也讀到老師 妳等一下 來 老師給妳看 好 阿姨啊 我跟妳講 因為我不太清楚 妳去哪一家醫院什麼 但我都不能知道 我也不應該知道 我只是跟妳 不用知道 就是今年 我只是跟妳講說 妳這個手術人 要比較注意一點好嗎 妳能不能那個 就是 第一件事情就是 營養補充要好 然後呢 要放輕說 阿姨妳知道 我想妳這個電話 我壓力非常的大 因為我不想要 這個 反正呢 健康的問題 妳事前 對 妳事前準備 一定要做得非常好 好嗎 好不好 事前準備 一定要做得很好 然後萬事呢 就是不能 著急去做這個事 OK 好不好 不要急 我不知道妳女兒在旁邊 給妳一個建議 看看有沒有聽懂我在講什麼 OK 好嗎 好 謝謝 不要急 因為這個也不是什麼 非常急迫性的 是 02-250-99-9133 哈囉 妳好 喂 請大家不要問我健康的問題 謝謝 有沒有財運可以問 不要害我被抓走 02-250-99-9133 哈囉 妳好 喂 妳好 請問貴姓 是不是生理月日 台北的李先生 李先生 農利還國利 國利 謝謝 66年7月2號 1977 OK 好 妳想知道什麼事情帥哥 我想知道 今年的工作狀況 你是做什麼工作的方便知道嗎 軍工教 你是軍工教公務員 還是其中一員嗎 對 那妳是已經有在就業了 對 我想到今年的工作狀況 還需要注意什麼這樣 今年 對 軍工教不是很好耶 還是有一些 哪一種體系 軍系 教育系還是公務員 教育 教育的 北部 是 好 來 老師 我先跟你講 剛才貴姓啊 李 李先生 對 李先生來 我先跟你講 排向跟你講 就是明年對你的人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年 然後你要屬於戰神的狀態 也就是你佈局的時候開始了 是 你都會知道 也就是你該去學什麼 該去修什麼課程 都不能懶了 你必須直接的規劃 因為戰神 第一個你要先思考 我適合處理的是哪一塊佔地 是 你看看我的領域會是哪一個部分 然後在這塊領域 我需要有什麼樣的工具 是 好不好 然後呢 還有一件事情 你要讓你自己多露臉 這對你是很重要的 是 要多露臉 OK 好是好的 不用擔心 謝謝 校長要注意了 你這樣還死人家 好來繼續 02 2509933 哈囉你好 聽到我的聲音嗎 聽到親愛的請說 你好 又老師好 姜台你好 我要報一下出生女的日子 對對對 19781126 然後畢姓黃 黃色的黃 黃先生你好 聲音有一點遠 好請說 好 我想問你一下 因為我現在就是很想要完成自己的 國資班學業 可是我覺得我卡很久 可是時間所剩不多 我不知道到底有沒有機會可以完成 什麼學業 博士班 博士班的學業 博士班有期限的對不對 有 對有有曾經念過 對 哪裡的博士班 哪個領域 南部的然後是工程領域 這好像比較容易念 但是因為時間真的很少 然後我又覺得 那你在哪裡上班呢 我現在還有在工作 我在南部上班 一樣在南部 就邊上班 一邊看一邊學業 好來我們認真 那個是這樣的 我想問一下 你的最後期限是幾月 我的最後期限是明年的八月 喔來得及 恭喜你 因為呢你現在用拼的 用球的有沒有 跟你的那個老闆教授有沒有 好好的談一談 然後呢 那個大概率 大概率你在明年的四月 sorry 明年的四月底五月上選的時候呢 應該所有東西有個底定 對 來得及 我跟你講臉皮這時候已經完全不重要了 那你 我倒一有的 我倒一有的家就是很 還有好幾件事都沒完成 然後一直很怕自己 不知道有沒有飢餓 可是又不想放棄 對 我跟你講你現在情緒 對你而言是最不重要的事情 你覺得抓緊你的那個目標 然後我跟你講 臉皮算個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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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那個你的老闆好好的談一談 那我跟你講 就是要表演的就是 一直去開會 一直去談 就這樣子 好 先把老闆安撫是不是 對 就指導教授 我們就指導教授 指導教授 哇這麼好 那我不是很適合拿到博師了嗎 對 025 0993 哈囉你好 請問貴姓 木子李 今天好多個李先生李小姐 李小姐出生年月日 1975 0306 好老師 不是老師要跟老師聊什麼 就是那個我最近有去找工作 然後有被錄取了 然後這個是完全新的領域 我想看看會不會順利 是什麼領域我方便知道 電話行銷客服 已經報到了沒 還沒報到 但是就是在準備中了 你之前的工作有 跟這個有沒有關聯 完全沒關係 好好好 他馬上有找到工作 但很不錯了 OK 好我先跟你講 來李小姐是這樣的 第一件事情 你壓力會非常大 我覺得你大概心裡有準備了 好 然後你記得一件事情 就是說你不要 太在意邊怎麼樣去看你 好 你一定要有一個 譬如說我今天 我的目標是幾通電話 你就像機器人 你不要說 天啊我打輸了 那我還要再緩過起來 沒有我就繼續 就人家拒絕我了 沒有要緩氣 就繼續 不要太沮喪了 對 因為別人答案只有yes or no 因為現在的狀態 你其實是沒有自信的 對 那如果你一直放大別人的拒絕的話 你會很難前進 好 你懂為什麼 那可是排檔看起來 你是有天分的 所以你好好去做 只是你心裡的心魔那一關 我跟你講就是一直被打磨到 沒有感覺了 你就成就了 那李小姐我一定要跟你講 因為我常常接到電話 我現在發覺我要跟他們聊一聊 因為我常常接到電話 我說對不起我在開會沒有時間 不好意思 就掛掉 我覺得你可能以後會常常接到人家 各式各樣的拒絕 那你一定要挺過來 那我以後接到這種電話 我也來跟他們好好聊聊 人家說你不買就不要浪費我時間 是我就跟他講說 其實我沒有要買 但是我想鼓勵一下 你的聲音真的很好聽 結果以後是他們掛我電話 害我很脆弱 OK 好李小姐希望你新的工作 一切順利 一切順利 強大的力量 然後在萬聖節前 又有老師 許願 許願老不下許什麼願 工友們 你不是說明年景氣不錯嗎 那景氣是景氣 到我口袋裡有什麼特別的關係 一般庶民呢 庶民貴人 我們針對科技業還是傳產 你覺得 科技 好 先不要賣就對了 一定是科技啊 我跟你講你有沒有感覺到 中國大陸想要科技新國 我不知道 那就是這樣 科技全世界都在走科技 大家快樂 謝謝悠悠老師 謝謝 把警 этому audio 德 其 拍拖 壹 本